哈哈哈哈 莫名的差距 真的 责任有差距 谢谢 太总是这样的事情小生一点 哦 弄到你的背心 我还会对对 就是这几个地方了 好的 再传出去哦 好的 今天我是扣一岁 减一岁 你现在应该已经是 十六 我四多 八岁 我们现在能让几个人留下来了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行啊 你们四个留下来 哎呀 哎呀 今天有那个游戏吗 今天没有 有没有好人好事啊 好人好事 上幼儿园的时候做好人好事 不就发小红花吗 这个那个点 对啊 我打扫打扫卫生 什么能不能挣一点小红花 我觉得希望可以 随着的 你说最后真的你们就留下来了 我们真的就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没什么意思 我们留下来干嘛了 你们又不在 那肯定今天不是说 那个腾哥说 可以双凉吗 有余地吗 彤哥 你帮我们想一个办法吧 我们真的很想留下来 但是小红花真不够 我跟你们说一下 你们今天可以回你们的居住地 去商量一下 如果不够的话 你们明天可以去村民中心找我们 哦 谢谢 能谈判 就是肯定要做什么任务 去换一下小红花 公主哥给我们主谈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先去把年龄给换了 换完了之后都知道每个人 多少岁 不会改变到年纪了 然后接下来紧接着就去村民中心 战斗 好 好好的聊一下 好 拿出你所有的劲 好 我们去兑换我们的小红花 对 你争取 我们全部都留下来 你好 你好 请说您的赞助证谢谢 你好 我们来对花那个小红花 你换 我先换您 好 来 给你哦 好的 您的年龄已捡成八岁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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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恭喜 成功啊 恭喜 你现在有八岁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 莫名的开心 真的 觉得能留在这里 还是很开心 别难过 我突然有一点难过了 你干嘛 不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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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强一点 坚强 坚强坚强 好 下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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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您年龄已捡成22岁 我知道你为什么哭有点难度 因为我觉得我无论如何 我也留不下来了 不会的 不会留的 还有一天时间呢 赶快 我们都可以帮你一块捡 我们会留下来的 我们还没到最后那一步 你怎么悲伤这么超前呀 我们俩很奇怪 我们俩一个是悲伤超前感受 一个是悲伤之后感受 我是一个事情 差不多过了半个月 我才能感受到 就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那种事情 我才感觉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你封闭了自己 你可以瞬间盲目自己 对 但它是会有超前性的 它也太超前了 你多少啊 二十 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 对 加油 我们为你们四个努力竞争拼 加油 走 加油 我们马上去村民中心 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加油 加油 我真的是太破碎了 给你缝上 还没到稀碎 珍惜吧 不着急 不着急 保持好的心态 才能争取机会 他把这十朵花摘下来 是不是就够了 是十朵吗 十朵 我数过 成来没数过 哈哈 你好 村民中心 欢迎您 请出市民卖办事站 请进 请出市民卖办事站 请进 你们先找位置坐吧 怎么都来了 呃 我们有大事要和你们商量 你们过来是办什么业务的吗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很想留下来 但是我们发觉 譬如说 你们都八岁了 不是吗 我们还有年龄大的 嗯 对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人 到了八岁 可以留在岛上 但有四位还有一半 就离那个数字还很远 那我们又不愿意分开 我们想在一块都一起留下 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那是哪几个人 那你们没有减零成功的人 还有很多 对 因为岛上最后一天了 我们要么就一起走 要么就一起留 对 永远不分离 对 你们希望我们留下来吗 我们 希望 希望你们留下来 所以你会帮助我们的对吗 对的 我们可以去找 那个小红花办办理处 小红花办理处 是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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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交易中心的绵面 和交通中心的腾腾 还有学习中心的麦麦 她们会来帮你们的 我们 我们去请你们在这儿先休息一下 真的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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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然后替我们说服她们 好的 再见 再见 你好 各位 你好 妹妹 妹妹 来了 绵绵来了 腾哥 对 慢点儿 腾哥 来了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那你们是所有人都想要留在亲手村是吗 是 对 那这样吧 你们就说一下 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差多少 蜘蛛美女目前还差八枚小红花 八枚的话 那你还有十六岁才能到八岁 对 对 我现在是二十三岁 我差四枚 四 四朵小红花 四五枚 那就是八 我差六枚 只差六枚 那还有 我是差七枚 小腿肚子 差七 一共缺二十五朵小红花 还剩了二十五朵 我们可以一起帮忙 就是想办法让他们留下来 那这个呢 我们得和所有的小村民一起讨论一下 就是怎么才可以公平公正的 然后让你们赚到小红花 毕竟你们还剩这么多的小红花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让你们说一定能留在我们这里 明白 明白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答复呢 我们明天给你们 明天 明天 可是明天这个不就失效了吗 不行 不行 因为咱们 咱们这个岛上的小村民也挺多的 对 其实他们的意见也都是各不相同 所以那我们就是还是要把那么 用的很多不同意见去交织一下 去融合一下 然后我们上等完之后 然后所有人同意意见之后 我们 我们给你答复 好 有了结果 我们会广播通知你们 那行 那就给他们先 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开会 沟通一下 让他们沟通 他们要沟通一下 那我们就回去等消息了 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吗 除了等待之外 我们只想努力努力 那你们如果想这样的话 那你们也可以 那我们小村民去圆滑天 或者去他们机构什么的 然后给他们这好意见 你们就能点起来 明白了 这也就是拉人气票 好 辛苦你们 你们沟通一下 好 我们看一看 那麻烦你们了 说说好话吧 好 好 我们一定会的 谢谢你们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希望你们都能留下来好 拜托了三位 嗯 一定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双挑 不客气 毛豆小公主 待会儿又下雨了 你们待会儿来 咱们店躲着呗 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有可能明天 有一些人就离开了 怎么办 你会哭吗 会啊 毛豆小公主 你会走吗 我走了 如果他们走了 我也走了 我们一起 那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团队力量的 对 因为他们都不会走 他们有可能走 肯定不会走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先坐 你先坐 你坐 我坐下来干嘛 首先呢就是 我们所有人都认可你们给留下来 谁要是不让我们留下来 我保证全新手村都跟他们没闻 没完了 没完了 帅气 但是啊 你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人就是差距那个 岁数的距离太远 你主要是你自己要有信心啊 你还要像小孩一样 纯真 无邪 直接摆 纯真啊 还有你还要继续得叫 才像一个小孩 像你一个小孩刚开始都很叛逆对吧 怕我是吗 怕你 还是怕我 怕你 怕你 你怕你吗 怕你 我怕你吗 怕你 怕你 挺叛逆的 我感觉是已经是无敌叛逆 我是无敌叛逆 嗯 还有点油腻 不仅怕你 还有油腻 别走啊 怕 你说我油腻 不是 别人说的 谁说我油腻的 这里你跟我说 没完了 我跟他 谁 你去哪里打听谁说我油腻的 不知道谁啊 在书本上 哪里书本上 疯了 你练书的是要说成本型油腻脖子吗 我跟你没玩 还没玩 你觉得我本人的油腻吗 那倒不是 我帅不帅 帅 帅 油不油 不油 我差点说 谁说我有力的 这里你跟我说 我想我问一下你 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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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小声一点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人说萝卜毛豆小公主有腻过吗 我跟他没玩 听你别说了 你看 没事 没事 你坐 没事 你坐 走 走 走 这种事情我们就自己知道就算了好不好 别说出去了 好的 别传出去 这叫我们五个人知道好不好 我油腻的事情我们五个人 就切语和我们知道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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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传出去 好的 好的 但是颜阳跟准准都已经 又知道了 哈哈哈哈 这么麻烦 好在全程中 这么麻烦 我告诉你好像全程中的 全程中的 对 对对对 那我叫我叫油腻大王 我今天开始不叫毛豆公主 我叫油腻大王 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这样 有人说过他油腻吗 谁啊 有啊 你啊 谁 你啊 不是 不 不包括 不包括我 你 你说过我油腻是吗 我听别人说的 那你就传出去了 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咱们听到了 哦 对 懂了 有 还有吗 还有 还有 有 萱萱说过 萱萱是不是 嗯 你把萱萱叫过来 我今天要解决这件事情 走走走 妈妈这事情闹大了 萱萱又倒霉了 萱萱你闹大了 过来毛豆学公主找你有事 我咋了 你走吧 你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你干什么事 你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必须得先过去 干嘛呀 我好懵啊 我好懵啊 怎么了一可 不能告诉你 我不能告诉你 萱萱我们聊聊天吧 要什么 我想你咯 干嘛呀 干嘛呀 不是我只想问你个事情 什么事情 我打听到一个八卦 我只想知道是不是 是 因为我觉得自己 首先我觉得我跟你的关系挺好的嘛 不是吗 一起对吗 对 互相帮助的那种 然后 然后突然间就是 有人跟我说说我游历 嗯 对游历我就跟你的表情一样 以前先生不就说是游历吗 对对对 然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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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看着 对 你觉得我怎么样 游历吗 还好 不游历啊 所以我终于知道谜底在哪了 怎么了 你们传播不好的 就是人家没说 你们就说人家说了 不是 我们 他们其实也是跟他们打听到的 其实 对 其实都是被打听到的 我跟你说 传闻就是这样出来的 怪不得是这样 你说你去别人的一个画画 中的告诉了我 我也以为是真的 中的就告诉他 中的他就告诉他 中的他就告诉所有人 对 本来不是的事实 传出来又变成那样子 嗯 其实人家说你油腻 其实 其实你也不需要听 你就不需要管他就好了 对 你管不要听他说话就可以了 其实你不需要搭理他 万一你越生气 其实别人越想这样说 我学会这个道理 你越生气别人越说 对 中的别人就要把你惹生气了 就觉得自己很好玩 你就当耳边疯 知不知道 哦 耳边疯 可以 谢谢你 我今天学会了一课了 你跟我说 原来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 嗯 耳边疯 对吗 你就 你就觉得你自己的感觉就可以了 谢谢老师 嗯 我学会了 很宝贵的一个 我先离开一下 好 再见 再见 你们今天晚上得好好商量 把他们留下来 希望我们能好运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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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没成功吗 好 已经走出了一段了 差一点点 起来了 你们就差一点点了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这样吧 我看你们也差不多进了 就给一个 给一百吧 给一个一百吧 这不是钱的问题 腾哥 已经现在 不缺钱 我们 这不是 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男人的尊严 太不容易了 腾哥 我想问你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的影响 是世界上水的 肯定是这呗 这 为什么 可能因为我们在这里待久了吧 这里面 哪一个东西 就像我们在现实中国中一样 这些东西都是 刻在我们骨子里了 就是不管在哪个地方 都可以把这里的所有东西 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真的就是 真心的 发自内心的喜欢这里 腾哥 我 我比你活了 有经验对吧 我活了比你久 对吧 正式来说 我跟你说 其实在现实的世界里面 其实也有这样的世界 就是 当你们的心态 里面永远有一个 自己的新手村的时候 其实你在哪个地方 你都可以活在新手村 我相信腾哥你 你将来 你回到现实的世界里面 你还是能当一个好的领导 然后大家都是服你 你也会有很多徒弟 只是那个现实世界里面 有无数过这个新手村 比这里规模更大 你的徒弟更多 你相信我 肯定的 对不对 难道你一直 每一年都在这里抱抱在吗 肯定不是 对吗 爱你 你看你 你永远当师傅 你永远当冠军 你已经无敌了 如果下个月 还是你第一 再下下个月 还是你第一 其实也没啥意义 没啥意义 你才要 你才要想退出江湖 对吧 那你 对吧 无敌是最寂寞的 现实生活中里面 机会更多一点 对啊 你要不同的机会 去尝试 多好啊 现实的世界 这里带给我了很多快乐 然后 现实生活中里面 带给我了很多机会 我的朋友 你真棒 毛总 毛总 我们俩在房子里看你 真是惬意啊 吃着零食看他们表里 吃着零食 然后看着他们掉水里 怎么样 成了吗 还是没成 快了 快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太好了 太棒了弟弟 太牛了 玛丽姐你是幸运女神 你一来她就成功了 是吧 早知道我们早来了 玛丽玛丽 绝对有力量 太厉害了 这样的坚持绝对不是运气 没想到成功的是火台人 因为练得最久的 其实是周中 不要再选 腾哥 你大声说一遍 你大声说一遍 行行行 我不说 我不说 给她动力嘛 这怎么是动力 不要扎根了 对 弟弟 我们先吃吧 这里有两个菜都是他们的 好 很大 热了 热了 突然间觉得那个氛围好搞笑 全男的 你看看 干饭最积极 你好 你好 我俩的发型好像 怎么在这还能撞发型 万万没想到可以跟我说 来吧 伙伴伴 把你们这个打开 你们够吃吗 吃了 我们吃不了这么多 你们都吃了 那鱼拿过来好不好 这鱼哈 吃不了 今天只是通过大家的努力 小红花以为今天可以拿到 结果 没办法拿到 他们还要商量一下 今天他们一直跟我说 说 毛多公主你是八岁了 你就肯定留下来了 但是呢 我一直跟他们说 如果我们 这个家庭有一个人没有留下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 不会留下 不会留下 对 虽然这个地方很快乐 但是就是要有大家 要大家在一起 对 最快乐的标准不是说 要不要留在岛上 我觉得最快乐的就是因为 有你们所有人 大家在一起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我们好好珍惜今天最后一个晚餐吧 好 我突然间我觉得这个 来到这个新手村 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对我的改变是一部分 说实话是你们让我改变 我感受是最深的 哎呦 哎呦 你干什么 你咋了 对啊 真的有点改变 哎呦 你可以说一下吗 我们每个人都对你改变了什么 每个人分别改变 那也没有这么大 那哪几个重点 你想到什么说什么好吧 我会觉得因为就是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会想着我要疯狂赚金币 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是我要生存下来的东西 嗯 然后我会让我想起我自己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 嗯 没有人能改变我的 嗯 然后呢 有时候我未必会把自己放下来跟大家分享 很多事情 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录到一半的时候呢 就是譬如说 首先是弟弟孝欣 就是他不是有一段时间是疯狂赚金币 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好像变了另外一个我一样嘛 跟你原本的我认识的有极大的反差 问了你一天你没有跟我们说为什么 嗯 然后隔了一天两天之后还是问你 对吗 你记得你回我什么吗 哇 弟弟说 如果有一天万一我们不够金币的话 嗯 他可以留来给我们用 我想采访你一下邵希 好 如果你变成这个岛上最有钱的人 你要干什么 就是 大家想买什么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 想吃什么就可以吃 就你给我们挣的是吗 大家的钱 你太伟大了 就是我发觉 哎 做每一个事情 未必是真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 这个我要改变一下 哪怕有可能我会觉得 哎 家里的家庭我照顾得很好 但可能他们缺一些东西 可能不只是金币 嗯 所以这个这个你们改 对我的改变是这样的 我会更把自己交给旁边的身边的一些人 以前我是很保护自己的 所以你们的改变是共同的改变 因为你们都是个好人 你也是好人呀 你分享很多 但你从来都不提 你还请我们吃冰淇淋什么的 你都忘了 又成功了 只有五个人 那晚上势必要请我吃冰淇淋了 在饭堂等我 公主 如果实在没钱可以跟你借吗 可以啊 岛主辛苦了岛主 好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 岛主炒饭 我一开始没有钱的时候 我说你能管我饭吗 你说能啊 为什么不能 但是你就不承认啊 你自己不意识到这些 嗯 留言给自己洗脑说我是一个坏人 不然你不坏啊 嗯 所以我看到的你 其实不是像你自己所说的 你很执着于追求一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你有在照顾其他人 只是说 你自己没有意识到那是照顾 可是对于我们来讲 比如说像那天我没有钱吃饭 你说可以啊 那你没有钱你找我 我会觉得很感动 我会觉得哇 陈伟婷现在真的是 就是她愿意跟别人分享一些东西 以前不会请你吃饭这类次 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 可能也没有这个环境吧 但是就是觉得你这个人 其实不是像你自己所想的那样 你那么的 就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我从开始见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有太多的盔甲了 你就是像一个骑士一样 也很帅气 但是你有很多层的盔甲 然后这个盔甲也在保护自己 也在保护别人 但是我的感受是 就像你刚刚那些分享 就是你在这个岛上 一直在卸下盔甲 卸下盔甲 卸下盔甲 然后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轻松 然后我们就看你看得 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真实 就是有血有肉 这个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是第一次见你的 在我的印象中 她就是一个非常职业且敬业的艺人 对 然后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礼貌 嗯 这是我的感受啊 太礼貌了是吧 这 这不是这种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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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要不不平衡了 其实就是海涛说的那个 我会我能感知到 他是有一个盔甲在那里的 陆虎说的对 我觉得我是礼貌性的盔甲 但是你一旦我真的要脱 其实我也可以脱 然后我也在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有时候一直不脱 真辛苦 哈哈哈哈 好重啊 那个 其实我也我想说 未必是因为不同的人 就是现在 以前会觉得有一些话 我敢说 可以说 嗯 现在你连基本的 自己觉得没问题的话 我都要思考半天 嗯 所以挺难得的录这个节目 嗯 对不对 你看 你看譬如说周周 周周 周周我对你的印象 因为我没有跟你合作过 我看了一个节目 对对对对 然后只是看了一个 我会觉得你也有问题了 嗯 我会觉得啊 许慧周 原来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跟你完全不熟 但是我在这里跟你生活 就是只有一天 我就知道你完全不是视频那个 剪出了那个剪的那个人 那剪 在那个剪里面出现的你 虽然是你啊 是我 但是肯定是有一些前因后果 或者是有一些大家误解的东西 发生了 哎我后来思考过这个问题 的确是当时 说的话也是我说的 做的行为也是我做的 我觉得我本身的这个问题很大 但是 然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他单纯 其实周周特别单纯 只有单纯的人在节目里 才会发生那一幕 嗯 我当然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不可能平第一声雷 你现在怎么不平第一声雷 冲起来 对吧 因为有因为有你们 什么呀 我来这边之前 其实设想了一百种 就是一直在想 又来了之后会怎么样 就是跟大家见面会怎么样 其实我也是那种 哦 想了 设想蛮多的 但是来了之后真的很开心 就像刚才那个星姐说的 说这个我还是比较单纯的 但是我看到小婉 我觉得她跟我很像 其实 是好话吧 是好话吧 好话 好话 虽然这个有个打引号的 可能有点傻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 真的很开心 然后来这边还是单纯的做自己 没有负担 所以 和大家相遇 是一种缘分吧 我刚出道的时候 我说什么 都被骂 真的 以前没有网上这么发达 但是以前是有杂志的 就是香港有很多报刊 不同的封面 可能是以往我有一些绯闻 或者是有女朋友的时候 大家会去说我一些很难听的话 你是多火的 艺人也没有办法逃避一些记者 突然间当场问你的问题 所以我以前 比如说出活动的时候 我去为自己去辩护 我说不是 那个节目你们看的是假的 因为有前因后果了 说完 第二天更糟糕 我当时候觉得 OK 可能是有一些记者针对我 然后我继续去解释 但是我发觉不喜欢我的人 永远不会听我的解释的 他只会找别的东西 继续攻击你 那段时间经历太长了 我有一段时间 真的有一点抑郁症了 因为我不敢出门 一出楼下都会经过抱摊 看到自己的 很丑的样子 就是写我不好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我连进去 我都会讨厌前面的那个人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坏蛋 或者是你就是那个 大家所说的东西 我会相信他们 我之前有分享过 就是当一个人说你不对的时候 不是你去解释 你还会相信自己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都说你干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当时会以为自己干了这个事情 自我怀疑 三人成虎嘛 北京啊 你不觉得你是受了伤之后才有盔甲的吗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 然后慢慢地是因为你有过一些故事和经历 受过伤 然后慢慢地才会有盔甲 如果是盔甲的话 我在这里自己觉得最有盔甲的人 你们猜我觉得是谁 我觉得是吴欣 我 我觉得你有盔甲 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发型很像吗 哈哈哈 你说到我觉得哪个人有盔甲的时候 每个人心里都 对 哎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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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见过对吧 对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就见了十年了 对 那能说十年的朋友了 但是很难在你的脸上 会看出你究竟那一瞬间 是享受或者是 不喜欢这个东西 你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对 我的表达能力很有问题 不好意思 没有 你刚才那个形容很贴切 就是你平时穿着盔甲 你的盔甲是这个形状的 你把盔甲脱掉之后 你的身体现在还是这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这次跟辛姐还有涛哥 我们不是一块做任务做特别多吗 我跟他们俩待在一起时间很长 一开始的感觉 我跟你感觉真的有点像 那种感觉 我也一块经常录那个节目 怎么办 怎么办 最后我们变成了不认识的老朋友 但是真的就是这次来之后就是 不光是海涛哥呀 辛姐 我觉得 我觉得好舒服 好舒服 好舒服 原来这么舒服 他们两个 对 之前挺闹心吗 不是 之前就是没有 不会很闹心 他们就也很好 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这种感觉 就真的是 很舒服 很开心 我 我知道怎么去说 怎么说 这形容死怎么说 是不是你一直 给我的感觉是你们很怕说错话 很怕做错一个举动 很怕乱带了一个节奏 有可能是因为你们一直去做主持人有关 就是你们必须得保持住这个节目的节奏是对的 所以可能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你们已经形成了这个状态了 我第一天看到玛丽姐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一个感觉 就是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有点距离的 是吗 第一天啊 当然了 因为你是大屏幕里面 就是这么有成就的一个女演员 然后来到这里 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大嫁长 只是你没有到我几岁 嗯 但是感觉是好像 姐姐 大姐姐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第一天还是猜不到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我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看 猜人 猜人的 但是呢 就是音乐会那一天 让我觉得 玛丽姐居然会哭 她经常哭啊 对 我没想到 因为我会觉得 一开始她未必 会释放自己啊 对 不会释放她真实的情感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让玛丽姐 哭了 哭了之后 当天在这里吃饭 她说了她八岁时候的自己 哦 对 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 有可能是因为你 先让我 或者是我们看到你先把这些东西 就是让我 我会觉得 哎 可能在节目里面最难猜的人 他都这样 嗯 那你是不是应该更 放下你所谓的一些亏折 我会也会这样去考虑的 嗯 会觉得 都很真实 嗯 你看 你讲的故事 让魏婷卸下了防备 哈哈 互相影响的真的是 对 对 真是互相影响 嗯 就是比如说她 一开始这样子哭 我就 我疯了这个人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后来她玩游戏 她还是 还是这样的人生 哈哈哈哈 你就会觉得好可爱 对不对 就会觉得很可爱 对 有点甜啊 哈哈哈哈 那你还没看我们俩一起做手工呢 对 发觉有点尴尬 两个男人中间一个小葫芦 然后拍 本来都没有这么尴尬 我们弄了一个镜子 然后我说 如果我们这三个人 在一个镜子里面要多好 然后我跟她小葫芦这样 然后说拍一个照 哎呀 其实我好想拿相机 我们三个人在里面拍 拍一张照片 文静留下来 一二三 一拍拍完那个照片我就 咦 哈哈哈哈 这是谁对吧 你说这是 啊 有点甜啊 有点甜啊 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个这个事是她提出来的 其实你知道我就 我看到那个镜子那一刻 我就想拍照 但是我又一想 就是我说的 我我感觉这是陈卫婷 他很有可能不想拍 啊 你要干嘛一点都不摔 还要带这个东西 哇 我的摔照要这么麻烦吗 因为我们还要带那个 薯条啊什么的 我说我怕她的发型乱了 或什么的 我还没提 她说哎 要不咱们三个拍一张照片 我说什么 我来来来来 赶快就戴上 平常我都不会要求 她平时不会 她平时不会 她那个环境就想干这个事 小婉在你的世界里是什么样子 我 跟公主的反应 公主感觉我没想过 我没想 没敢想 没什么社会经验 很难得 但是这个 因为你将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因为你要长大了 你会长大了 我我就觉得 我一直都比较幸运 就是感觉 我遇到的都是很好的人 就像说玛丽姐之前说白就是偶像 就是因为我也演喜剧嘛 嗯 我就觉得哇玛丽姐真的是 对有一个 篮本放在你前面 就一个目标 就真的是目标 真的目标 因为很早之前我就跟玛丽姐合作过 因为然后但是玛丽姐就在我的手机微信里面 但我就会跟别人献点 我有玛丽姐微信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一次 睡在她旁边 对 然后可以偷拍她两个 就是每到半夜开心地醒了 就是后就坐在床边看着玛丽姐 我的目标 我怎么去取代她 就是我就是我会很骄傲 我会很骄傲地出去跟所有的我的朋友说 我说我跟就是我喜欢的每一个老师 还有弟弟一起工作 我就会就会很 很就是出去就是吹吹 真的真的吹吹 真的真会吹吹 我都能想到小婉回老家的时候 在那个我们那个郑州那夜刺上 吃着小笼包 你指到我昨天晚上跟谁在一块睡觉吗 我那天 我那天跟虎哥做 因为我们家也很喜欢 文宇虎哥是正就是河南人吗 我是不是还发了一个视频 发到我家人群里 我说 我说你看我跟谁给一块的 我说跟卤虎 对 我这样全分享 就我也很开心 你的 她把我分享给她的家人 而且那个镜头来得很突然 给马卡我跟谁给一块的 她也太可爱了 她也太好笑了 她也太可爱了 她也太好笑了 就之前我跟玛丽姐跟欣姐也说 会啥让我来呀 我说我不知道我来干啥 我说我不知道我来干啥 就是没有意义感觉 我带来干啥 就是没有意义感觉 就是没有意义感觉 少了你 揣少了很多快乐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小婉 你知道吗 你是我们的团魂 你是我们的团魂 真的啊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 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对吗 还好 哥 不要跟他认真 他逗你呢 他逗你呢 我其实不太相信 就是一个工作里面 大家会这么这么 真的这么这么好 就真的就是 掏心掏肺的 对 虎子 你演唱会开完了吗 开完了 你下次再开的时候 你叫我们 我们上台帮你唱歌 你到时候少唱两首 因为我们有一个 这样唱歌的舞台不容易 对 我也想开二旬 我再一段演唱会开了 给我十首歌的时间 那叫拼场是吧 对 咱拼个盘 你这样我不演演话剧吗 你开场前 你给我四十分钟 我们电影要上映的时候 我上那儿录个演 然后 小婉 我上那儿录的 哈哈 你再看上 哈哈哈 你想板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哇 一档的我 可以 我的小红花 在房间 他们是不是可以拿下来 喂 喂喂喂 早 早 你说什么啊哥 如果三十秒钟之内没有到达我们这个客厅的话 将会被扣除一朵小红花 请各位注意 剩下只有三十秒钟到计时开始 谁订的 谁订的了 二十秒 我肯定到了呀 我肯定到了 骷虎 骷虎了 这样会扣除 快点虎哥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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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五 四 三美空 兄弟 三 开 早啊 早 就咱俩听他的 我就刚刚说我以为真的有到你吃 我以为全到了 想早点见你们而已 周周来了 你好 昨天在那种滑的那种地方走路真的太费体力了 对 他全身都要使劲 要不然就摔跤 我现在浑身疼 我身上很紧张 就现在一直没有松开 你知道你紧张是怎么样的状态吗 我紧张什么 居住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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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来来来来 你你做这个动作 你做 对对了 我今天就是 这儿疼 哎能用到这个肌肉太好了 练到 哦 你练到你的背肌 哇还对对对就是这几个地方疼 我看到你都累 哇很疼 你们都几点睡的 我昨天晚上改歌词 改到将近三点 哎对了我昨天晚上那个把咱们这个片头曲的那个配乐做好了 然后我想给你们听一下编的这个demo 哇好 我把那那几句写上了 呃那个 呃就长大了就长大了一身盔甲现在的你只是大人模样 哎呦 哦 哦 放一下啊 好 就是那个片头的感觉片头是快乐的 好 就是我们上岛的那个感觉从那个一个漫画人物 呃进入七小板然后变成我们变成每一个我们 呜 这现在是进入七小板那个看到全岛整个岛 这站 哎呀 哎待会儿是这样哎保持保持等一会儿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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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儿快了快了准备准备 这就海豹海豹海豹哈哈哈哈 这个就变成 变成我们每个人 哇好好听哦 哇哦 这个叫什么爵士吗 动画片的那个感觉就是 哇 就很音乐剧 哇好好听啊 哇哦 可以转圈每个人传递动作啊 转圈那种哇 还要跳舞 我想把那些什么这些我们舞蹈也加进去吧 咱们编个主题舞 演出开始了 音乐剧啊 这里一直是前奏是吗 这还是那个歌 还是那个歌 变成另外一个版本 打开这个童话的世界 之前叫大人的童话 这个叫童话的大人 来到童话里的大人 啊 哇还好听啊 这几个高音适合我啊 哇 哇你好有才华呀胡子 你看看 我刚才帮忙 一会我们一起过去吧 八岁吧 对吧 咱的屋不止不止 然后那个屋不止是一个我们的房间 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它想一个行政职能 对可以想一个功能 其实我在那个购物店里面我看到有一张按摩床 真的我我我的愿望是把那个按摩床拿下来 进摩床 然后把放在中间 就真的变成那个按摩中心 哈哈哈哈 这起码有主题嘛 主题按摩收口的就整起来 我们去那个豪狗一波想买什么呢 什么娃娃呀 对我的娃娃还有买呢 对娃娃各种 对文具盒想买的东西我们去买一买 对 好 我们今天不搬空半个 超市 甚至要把杨杨准着都给带过来 把准着叫过来弹弹那个琴 昨天那儿有一个琴 让准着来弹琴 对准着会弹钢琴 对 我想到一个我们那个店干嘛了 干嘛 有一半应该做一个音乐培训中心 你叫小朋友音乐他们要付金币 然后我放一个按摩床 按摩在这里 这边音乐里聊 音乐里聊 然后你看你看平常平常我们吃的什么 和牛什么的 他为什么贵 就是他一听着音乐讲话的 然后我把小朋友放在这个按摩床上 然后呢你付两个金币 然后我帮你按摩 然后弹 我来我来弹歌 你觉得他的成长不是多美好 他的发育很良好 牛都这样了 人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好饿 去吃个午饭吧直接就 走 吃饭吃饭 你好 请出示你的赞救证 今天有上新的 有 厉姐 烧鹅来了 你吃你吃 妈呀居然有椰子 还有椰子 有椰子 你们谁要喝 有椰子 我想喝椰子 喝它 喝它 全喝上 咱先买好不好 可以 我们先去豪购一波好吧 走 带着钱我们也不讲价了 走吧 吃吧 今天我们都拿点钱 然后去那个去那直接把钱放在那 他们都吓坏了 把钱放在那先不买 咱所有人把钱往那柜台上一放 我们一会把钱放在那什么都不说 我就先站一会 对 可以 好不好 好看他们的反应 多拿点 每个人手里都拿了吗 拿了 真吓人 我觉得你们先要打结局 他说好酷 请你们出示你们的战争 就这样 哎哎呀 这是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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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掠量掠量 哇 没见过那么多钱咯 好多 我们今天是 我们田多到我这拿着也累 手好累 他们几个好富啊 哎呀 我说主任你去 师傅 你们想买点什么 杨阳 准准我问一下 我们要是那个奖价是怎么弄 砍价吗 砍价怎么弄 就是我是伯伯在台按钮 好 我们今天不砍价 来来来 我先动手了 我来个文具盒 把一包书片要走了 二十元币 我肯定是要先把这个小夏拿走的 来 为我打折卷来 给我装了 打包 你可以说个理由 说个理由就是我们都爱你们 那好 同意 直接通过 谢谢 洗腰筒来不来 新姐 拿 拿 来 再次就把这儿给它刷 再次就把这儿给它刷 这不错 这不错 我想要这两个茶 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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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盒茶 谢谢 想要什么 拿什么 我来个思想包 思想包 思想包 二十金币 二十 我再来个思想包 二十 我这个一会也算 这个是十八块钱 昨天我们砍价砍的了 十八金币这个小夏 我刚刚算了一下 这些怎么有 怎么归零了 没事 重新算 别紧张 我理解 理解 遇到大客户了 杨阳 我感觉你有点算不过来 然后这个是 加二十 然后这个是 又加二十金币 这个二十金币 我帮你算一下 我帮你算一下 然后再加个思想包 包在哪儿 在这儿 思想包 我这个 我这个刚刚干了什么 我干了什么 又该重新算了 算不过来了 孩子说你们从来都不买 今天一下买这么多 我算不过来 孩子崩溃了 等一下 我这个不对 我刚刚已经剪完了一些 一百五十八 对了 一百六十八吧 别在家 我刚刚那个算错了 算一百六十八 算一百六十八 走 咱玩 走呗